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不满同居女友爱吃醋 还经常大发脾气 屏东有一名水果犯在留下抗议字条之后 就将自己关进了冷冻室里头 因为死意坚决还把温度调到了零下二十度 活活的把自己给冻死了 而有人发现他留下的字条的时候 赶紧将冷冻柜打开 但是男子早就已经回天发暑 就是这台兵库断送一条生命 由于不堪女友促性大发 动不动就发脾气 无性男子竟然想不开留下遗书之后 拿了一张糖尹将自己关在冻室里头 被零下二十度的低温活活能死 证明无性男子在市场摆摊卖水果 和女子结识之后变而同居 没想到女子总是疑神疑鬼还闹脾气 长期下来男子不堪其劳 写下遗书表示会回来索命 最后将自己关在自家冷冻室里头 此意相当坚决 这个门就卡到之后有一点就翻锁 就从里面就无法打开 因为一时想不开走上绝路 当有人前往冰库拿货时 男子才被发现 当时早就已经回天发暑 为了一时情绪断送生命 真是一点也划不来